这栋两层楼建筑物虽然看起来和一般住宅没什么两样 但使用的不是一般建材 而是完全用珠子打造而成 在印度海德拉巴市 一对企业家夫妇为了推广绿色生活 在过去的短短五年 已经用珠子在印度建造了超过150座房子 这对夫妇是在2006年新婚不久后 为了寻找环保家具而接触到珠子 从此深深着迷 进而有想推广用珠子这个永续建材来建造房子 然而一路走来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只外部 在主屋的内部 从天花板 灯具到墙壁及室内的家具 都尽可能地使用珠子 此外还发挥巧思 利用回收轮胎及各种回收物来制作家具 而他们最新的设计 就是用珠子做成脚踏车 计划在不久的未来推行 竹子在经过适当处理后 其强度极硬度上并不输钢筋及混凝土 加上能不断生长被视为有趣建材 我们下期再见 愿意 再继续一切